最簡單的 回去找一塊紅蘿蔔 就是來的一個 積木 積木就是我們電視上在演的遊戲 遊戲有沒有看 孫子在看電視的時候 你有沒有跟他看 哪有孫子 沒有孫子 兒子 兒子沒有看 這叫考考各位的智商 智商有沒有六十 如果沒有六十的話 回去拿紅蘿蔔 多練習 四四方方的 越小越好 越好不錯 這個比較大的話 老人家 像超過四十歲已經中年了 所以大概都用大一點的 不然這個可以再小一點點 大家看好 正方形的 這是什麼 四分之一的下刀 這邊四分之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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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下刀就是四分之一 轉過來 底部 對 又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底下也是一樣 再來 左邊一個 又是四分之一 每個都要切到四分之一 對 對 再來 底下 又四分之一 你看看有沒有看到它的線 它就會銜接了 你看看 剛剛左邊現在換右邊 你看看 右邊的線 你看看 它這條有一條線 這邊有一條線 對不對 這邊一條線 剛剛切了這邊一條線 現在換左邊了嘛 好 又是四分之一 再來 底下再一刀 有沒有算起來的 有 幾個 幾個四分之一 蛤 這樣就可以打開囉 千年積木 好 小心喔 積木就出來了 就這樣簡單而已 好 這個就是可以做台盤 這個就是 積木 好像積木 來 豆 豆 好 這個火農波 你來看一下 考核一下你的智商 如果 謝謝 謝謝